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SEBRA FISH BAO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这个影片, 无论你有没有读BAO, 都是对你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会讲一个学校不会教你的读书工具 就是一个有效的Timetable 相信Timetable大家读书都会有用过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 就是可能你放学回来, 很有动力地坐在这里, 要做功课温书 然后就拿一个Timetable出来, 计算你5点至6点去做数学功课 然后6点至7点去温英文等等 但你做第一个钟的时候, 你就发觉自己已经distract了 例如太累, 去睡着了, 又或者去按手机去录IG 因为你可能第一个钟已经跟不到你的时间表 所以你又不会想开始做第二个任务 这样的话你就继续拖下去 拖下拖下拖下, 可能去到10点至11点 就发觉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过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传统时间表有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好像被你设定死了 如果你跟不到一个设定死了的时间 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 就不想继续下去跟着你的时间表 而且你计划时间表那一下 其实你是预计不到你之后的Energy Level 你到时实行这个时间表的时候 你可能是哪些时间累 或者是哪些时间拖久一点 你都不会知道的 亦都可能你会过度自信 可能把时间可以包到非常密质质 然后就发觉 其实之后是跟不上你自己计划的东西 所以其实种种原因底下 我好终于发觉 这种传统时间表其实是很Demotivating 而且亦都会令到自己的效率是不会那么高的 所以我会叫这个传统的时间表 做一个低级的时间表 这条片里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个 如何将低级可以变成一个OK的时间表 最后如何将OK的时间表 变成一个升级最好或者是最有用的时间表 而这个所谓的升级时间表 都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会用的 如果想知道是怎样做的话 就记得看到最后 首先 如果你是坚持用你的传统时间表 那你如何将低级不太好的传统时间表 变成一个OK中级的时间表 首先就是要 plan 一个缓冲时间 一个buffer time 可能你两三个小时 就会有大概一个小时 或者半小时的buffer time 就是让你之前那几个小时 做不完的事情 就可以在缓冲时间里面去做 而不会拖累到你之后的task 这个方法可以防止overrun 又或者你存在task 不断推迟这样做 令到你最后跟不到你的时间表 和很大挫败感 第二 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一定要 plan 一个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 和你缓冲时间是不同的 你就真的千万不会用你休息的时间去做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 放我回来 有做事的时间都已经不太多了 要 plan 休息的时间是很浪费 但其实你永远都不会预计到自己会何时累 如果你累了 你反而在task上弃了 之后又要overrun 所以你反而听一个真的休息的时间 让自己完全放下你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反而会更加有效率 不过这个ok level的时间表 其实也有它的不好处 就例如 你很难预计到 你每一个time block 到底要有多长 你预计不到 你那个task 到底要用多久才可以完成到 同时 其实它也是预计不到你的energy level 你不知道自己何时累 或者何时拖累了 然后弃了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要用到我所谓的升级时间表 其实简单说 这个所谓的时间表 是combine你平时传统的时间表 和一个to do list 然后是可以把它变得很flexible 让大家看看我中五六用的时间表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是一个week去到plan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每一天里面 都有它自己独立的to do list 这样的格子 而每一个格子旁边 也会有一个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我自己预计 我的task要用到多久 然后也有一个圈圈的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我prioritize 我每一个task 哪个做先哪个做后的 而有些日子 你都会看到一些红色的格子 那些红色的格子 就是我那天plan定 这个是一定要今天做完的事情 就不可以拖的 其实用的方法也是很简单 就是跟着你所编排了圈圈里面的数字 去take你to do list的格子 而红色的格子就是优先 而黑色的格子就是尽量去做的 那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呢 第一 这个to do list 是你全日可能在学校上一堂的时候 都已经可以加itoms 可能你放学回到家 就已经存了一堆你要做的东西 然后你的工作 只是去prioritize 和去画那些红色格子 而不会等到你坐下要温书那一刻 才逐个task开始写下去 plan你要做的东西和需要的时间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坐下 准备温书 然后就开始写一个很漂亮的时间表 很精心很仔细的时间表 都是一个令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拖延方法 然后为什么我每个task都会预计自己要用多久的时间去做完呢 平时我预计每个单行会用多少时间做完之后 我就会将所有的格子 红色和黑色的时间都全部加在一起 看看有几个小时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放学回来的平日 然后你发觉你所有的格子加在一起 有六七个小时 你就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知道你那天是拼不下所有的格子 也防止你那晚可能有一个挫败感 不过你所有的格子加在一起 超一时都不是问题 因为你有你的红色格子 而你的红色格子加在一起的时间 一定有一个合理的时间数 例如你放回来的平日 大概是两三个小时 所以你到时的目标 反而是一定要完成红色格子的东西 然后黑色格子 你可以搬去下日去做 这个方法就可以令到你的时间表变得Flexible很多 然后第三样 就是为什么我要排这个先后次序 为什么不可以像一个普通的to do list 想做哪样东西就take哪样东西呢 就是因为先后次序 是跟我的energy level去到偏排的 我会将一些比较简单的task 摆在头一两个task 令到自己可以进入温书的状态 或者做事的状态 令到我之后要继续做事的动力 就会大很多了 好了希望今天这条片 讲这个的低级中级 和升级的时间表 可以帮大家去upgrade自己的时间表 去提升你的读书效率 如果觉得这条片有用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 severflexible的youtubechannel 和share这条片给你们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呢 和想看的片 都是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想听更多读书的tips 和方法的话 就可以看这些片 那我们就下条片见了 拜拜